今天要先来谈第12章 第12章 我们就要谈的是跟投资有关系 我说投资 这个非常 现在不讲投资这么直白的话 我们都说理财 好 你要理财 那理财里面的一个环节就是指投资 好 那当然理财的观念里面呢 其实现在已经也把保险当作是理财的一环 好 那我们现在谈 在谈投资这个会计处理 好 那我们 所以我们不是在讲理财 我只跟你讲说理财其中 个人理财也好 公司理财也好都有 好 所以呢 都会谈到所谓的投资这个环节 那投资呢 到底是指在会计上面的投资怎么去认定 第一个 我们要先谈投资 基本上要看你投资的目的 好 我们先讲一下我投资的标的有很多种 好 我投资的标的 现在大家最热门的 台湾每天都有什么股票市场的 贵买市场的 这个都是股票投资 好 那除了股票投资之外 大家还记得我们其实只要公司 我说公司在发行 公司要募集资金 他募集资金并不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去募集 我只是对所有对本公司有兴趣的人 好 然后去募集他的资金 好 这种就是我们要谈的投资 那这种投资呢 我们要谈 第一个 他的投资的标的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公司要募集资金 他有两个管道 一个很单纯就是直接借钱 那你借钱的方式也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什么 跟特地对象借钱 比如说我跟银行借钱 另外一种 我是跟有闲钱的一般大众 来借钱 那我跟一般大众借钱 他的方式就是发行公司战 好 所以借钱也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对特地对象 而是跟银行 那一般不是对特地对象 我就跟一般的有钱 有闲钱的大众 好 那这种 我们一般就是发行所谓的公司战 那我们发行股票 我们说公司需要资金 另外一种管道就是发行股票 好 那发行股票的方式也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 普通股 一种是特别股 好 那这个我们可以分成 从这样的说明里面 我们大致来讲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投资 可以分成两种工具 一种就是股票 不管你是普通股也好 特别股好 他都是什么 算是股票 第二种就是什么 债券 好 那当然你投资的债券 我刚刚讲公司 跟一般的民众借钱 我们叫做他发行公司债 那如果是政府呢 好 台湾也会发行公债 好 那美国我们就叫Trager Bonds 就是什么 国库券 它叫国库券 好 那我们除了投资的标的 所以除了股票 除了债券之外 那现在也很流行 如果对海外的这个 其实说好了 我们现在大家都一直看 台湾很多的企业 都到印度去设厂 那大家对印度 可能有比较多的期待 就说 因为他经济还没有那么开发 所以呢 未来很多公司 去那边设厂之后 那当然都带起那边的经济的 这个景气来 所以大家可能对印度市场 就有兴趣 但是我要跑到印度去买吗 我要去印度开户吗 那我怎么照顾 印度的这些企业 到底经营的好不好 我该买还是该卖呢 我该买哪一些呢 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的时候 可能我就会去找一个 所谓的专业经理人 那这个专业经理人呢 他就会发行所谓的基金 也就是说 你可以去看一下 很多的理财网里面 他有什么 各个投信公司 所发行的这个基金 比如印度基金 什么东协基金 什么反正非常多的基金 那意思是说 你不用自己去买 那你要 你不但不用自己去买 而且呢 你可以买的时候 你可以用你 可以负担得起的 金额去买就可以了 随便讲好了 我对Apple 我觉得很有兴趣 哇 现在Apple很便宜 从之前的一百多块 现在已经跌到 好像七十几块而已 我忘记了 七十几块 八十几块 我觉得他跌很多 很便宜 我想买 好 那你知道八十几块 要换成台币 一股要两千多块 好 那你也不会买一支股票 一股而已 所以你怎么买呢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去买基金 好 那什么科技基金 或者是美国基金 那你要去看他里面的成分 然后来决定 你要不要买这档基金 所以你投资的方式 标的 除了我刚刚谈到的股票 债券 还有一个什么 基金投资 好 那我们这些基金投资 目前来讲 我们暂时在会计处理上面 我们不谈基金投资这一块 我们先谈两种就好 因为就一般的企业而言 通常不太会去做这种基金的投资 除非你是投 应该是什么 你是投投投投资投资公司 你是投资公司另当别论 一般的公司 不会去做这样的 那不会拿公司的钱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暂时呢 会去投资的这两种 一种是股票 一种是债券 好 那既然 而且当通常都是指当地的 好 就是指当地的 呃 上市柜公司的股票 或者是当地公司所发行的公司债 好 你就不会跑到国外去买 因为你的交易会比较方便 而且你看得到 而不是投过一个专业经理人 所以 而且重点是公司 你不是投 不是投资公司 你的投资 营业的目的 你的公司经营 不是把这个当作重心 所以你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里 好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就来谈一下 在我们会计里头谈 一般公司会去做的投资 就股票跟债券 好 他投资的标的 那我们在做会计处理的时候 我们的会计处理 会计处理方式 不是因为你投资标的来分的 我们的会计科目 可能会因为你投资的是股票 或投资的是债券用的 会计科目不同 但是我们会计处理的时候 不会因为你投资的标的 或债券 那个投资的标的不同 而有不同 我们的会计处理 基本上依你投资的目的来分 如果一般的公司 我现在暂时有一笔钱 然后现在没什么用途 好 那放在银行利率 放一年才一点多 那我是不是能够 现在如果我找 我有这个判断 有一个比较好的 报酬率的投资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去做这样的投资 好 所以这样子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我暂时一笔钱之的资金 然后我随时需要钱的时候 我就把它什么 把它变成现金 好 所以这个投资 我们叫做Trading Security 交易目的的有价证券 好 一定是有市场的 有价证券是指 你是随时可以在市场上面买卖的 好 Security 这叫交易目的有价证券 好 那这个交易目的有价证券 它持有的目的值是什么 我现在有一笔闲钱 那我想要让公司有比较好的获利 好 随时我需要钱的时候 我就把它卖掉 然后呢 就把它变成现金来供营业使用 这种Trading Security 然后另外一种呢 好 Available 课本上面呢 写Available 好 基本上我还是写 Available for Sales 叫做被公出售 好 被公出售的有价证券 被公出售也是这样 被公准备 好 被公 准备拿来什么 卖的 出售的有价证券 也就是意思说 持有它的目的 也是什么 闲置资金的运用 那我等到我需要钱的时候 我也是要把它卖掉 哇 这两个不是长得很像吗 这两个都是什么 这个交易目的我刚讲了 我只有它的目的呢 也是暂时闲置资金的运用 好 我需要钱的时候 我随时就把它卖掉了 那这个呢也是啊 我也是闲置资金的运用 那我需要钱的时候 我也把它卖掉了 哇 那这两个 不就一样了吗 好 它们两个都是因为你闲置资金的运用 只是如果你的预期 我可能很短的时间 就会把它卖掉 我们就叫做交易目的 这个呢 是我可能会随时把它卖掉 但是我预期不会很快就把它卖掉 所以它就叫做被公出售 好 我买它的目的 我已经想好 我买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 但是多短 好 这个基本上呢 我们都没有很明确的定义 好 那曾经有看过书上写说 我打算六个月内就把它处分掉的 我就交易目的 好 好 但是 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定 如果你六个月叫做短 好 所以我只是说这个多短 就像我们上次讲说 我投资的 上次讲哪一个 应该还没讲到 就是投资的问题 就是 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力的 当然我们会再提到好了 好 就是说我们在国际会计准则里头 非常不强调多少的比重 你持有它多少比例是该怎么做 没有多少 没有的时候呢又该怎么做 就是它不会去讲一个标准 一个数据 它只讲说 如果你很快就要把它卖掉 你就交易目的 很快 多快 每个人对快的定义不一样 有人觉得三天 有人觉得可能三个月 有人觉得可能六个月 所以很难讲 但我只能告诉你说 当你持有它的目的 你只是准备好是很短的时间 你只有持有它很短的时间 你就把它卖掉的 处分掉的 我们就叫交易目的 那如果你持有它 你也随时准备要卖 没有错 但是呢 你预期没有那么快要卖 那我就叫做被供出售 好 那这两个 都是因为闲置资金的运用 所做的投资 好 那我们来谈一下 我们先讲到这里 那先看一下 这个科目 当我发生这样的交易的时候 我在编表的时候 放在什么地方 这个一定是放在什么 流动资产 它一定放在流动资产 因为很短的时间嘛 所以它一定是一年之内 但是被供出售呢 好 你看有些公司的报表 就可以发现 它在流动资产 有这个科目 在非流动资产 也有这个科目 我就看过台积电的 资产负债表里面 它的流动资产里头 有被供出售 在非流动资产 也有被供出售 你说它物质了吗 不是 也就是说 它有闲置资产的运用 去买了有价证券 那它随时要把它卖掉 只是它没有很短 那没有很短 当然就不是要交易目的 但是多短呢 有些我可能预期 会持有超过一年以上 所以它在编表的时候 它就把超过一年的 被供出售 有价证券 就放在非流动 那预期一年之内的 我就把它放在流动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其实真正的公司报表里头 有这些科目存在的 好 那这是闲置资金的运用 就是我没有特别的目的 我对于我投资的这家公司 我对于投资的这些公司 我并没有特别的企图心 我只是钱 我暂时有一笔钱 想要做有利 对公司的报酬有帮助的 一个运用而已 好 接下来我们谈 那不是闲置资金哦 我对这个公司呢 是有企图心的 那这企图心呢 可能是有这个想要对它 表示友好 好 那这种呢 我们 呃 我们叫做 STOP 好 叫做 叫做 权益法下的 投资 好 权益法下的投资 好 那 也有人直接用的科目呢 叫做 shares investment 你们 因为它一定是什么 既然是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它一定是投资的股票 我刚讲 你这两个的投资 你可以投资的标的是股票 你也可以投资的是债券 好 也就是说 这两个都算是闲置资金的运用 我可以投资的是股票 我也可以投资的是债券 那我持有的 我投资它的目的是很短的时间 就会把它卖掉 我叫做trading 如果我持有它 不要很 我想没有那么快要很短的时间卖掉 我就叫available for sales 那这两个都可以是 如果是持有股票 我打算 没有很快 但是我随时也准备 需要用钱我会把它卖掉 我就就这个 我投资的是它的债券 我也是用这个 所以这个科目的分 不是因为你投资的是股票 或投资的是债券 而有不同 好 我刚才重复一次 这两个会计科目 它投资的标的可以是股票 可以是债券 好 但是你investment in equity equity就是权益 你只要投资的是股票 才会是投资在它的权益里头 那有一些科目就直接写什么 share investment 或者stock investment 股票投资 也可以 好 这是它的会计科目 好 那另外一种 如果我打算持有 我买的是债券 那打算长期持有呢 通常你打算长期持有的时候 就是什么 打算持有到到期日 所以呢 我们会用的一个会计科目叫做 Hail to maturity 叫做持有到到期日的投资 那只有债券才有什么 到期日啊 股票有到期日吗 没有 好 所以我刚刚说 这两种 这一共有四个会计科目啊 前面这两个 它投资标的可以是股票 可以是债券 好 那下面这个 它投资一定是股票 这个一定是什么 债券 因为只有债券才有到期日 股票没有到期日 好 讲清楚吗 好 所以我投资的标的 可以是股票 可以是债券 但是我用的会计科目 好 可能 是 这个 这三个科目 如果我是投资的是债券 可能是这三个科目其中一个 如果是投资股票 可能是这三个科目其中一个 那但怎么选 到底是哪一个 就看你投资的目的 来分 那我刚刚讲说 这个investment equity 就是我想对这个被投资公司 我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我想对他有什么 有 企图心 这个企图心呢 不一定是坏的 就有可能我想对他表示友好 那因为他是我的上游厂商 所以呢 如果我投资他的股票的话呢 我对他表示 我对这家公司有信心 对他表示友好 那我需要 那原料就优先供应给我 好 这是我想跟他保持一个良好的 所谓的伙伴关系 好 另外一种呢 就可能我对他呢 有比较强烈的企图心是 我想对他有控制力 好 前面那个是我想对他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是说 当这个原料 你是我原料的供应商 然后呢 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原料的时候 我会影响你优先供应给我 所以他就有影响力 好 所以另外一种呢 我不但有影响力 我想要控制你 你的经营决策 我希望由我来决定 比如说像日月光 对细品 他会觉得 他想对他有控制力 好 所以他就会想要并购他 所以有控制力 你想他要持股超过50%以上 好 那如果你没有持股到50% 但是你已经拥有绝对的多数 好 那其他假设 全部这家公司有1万个股东 那我持有他40%就好 40% 但是剩下的9999个股东呢 都是很散的 就说他们是没有 没有一个股路 不是一个集体的 也不是一个集体的话 他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 所以我虽然只有40% 我呢 就可以呼风唤雨了 好 千万不能讲逆轰而行 是不是 最近不是 这两天不是很火红的新闻 就是 你们都没看吗 马英九这个在什么 他的脸书里头播了一段 然后讲了 不要讲什么逆轰 后面两个是什么 逆轰高飞 还是逆轰而行 所以我说 哎 讲话要讲得很小心 好 所以呢 意思是说 像那个 任月光跟细品之间 他就有什么 他对他就有企图心 也就是说他希望 他能够掌握他的绝对多数 然后对他有什么影响力 那我说呢 不是所有一定要持有超过百分之 两色只有两个股东 那一个 你要对这个两个股东猜拳 不是猜拳 投票 都五十五十的时候 那就没输没赢 到底听谁的 所以如果呢 某一个人呢 想要有企图心 他就要持有超过百分之五十 他就要五十点一 他说了数就算了 因为投票就赢了嘛 超过半数了嘛 好 那我刚刚讲说 如果我这个 我持有他的股权不到百分之五十 但是其他的小股东呢 都很灵散 所以呢 我说了 我说了 我做的决定 可能就会有什么 决定的影响力 那这个我也是什么 我也是对这家公司有什么 重大的影响 而且有控制力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的 我们通常在讲这个的时候呢 课本上面讲 你什么情况用这个科目呢 当你持股超过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十以上 你对这家公司就有影响力 好 前面这几个 我投资 如果我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 我只是闲置资金的运用 我避免对他有什么企图心 那我就不会用这个科目 好 然后呢 如果我想要用到这个科目 一定是我对这家公司 有某个程度的影响力 那 国际会计准则 他只会讲说 当你对这家公司有影响力 你就用这个会计科目了 但是呢 那个 我们书上因为是美国的会计准则 然后我们台湾之前 是跟着美国的会计准则走的 也讲 当你持有这家公司的股权 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 那我就什么 用这个科目 也就是我对这家公司 是有某个程度的 想要对他有一些的企图心的 所以我不是 既然对他有企图心 那我就不会随意的 任意去把它卖掉 所以我就不会用这两个会计科目 好 所以 当我对这个公司 有某一些的企图心 或者是想要对他有影响力 甚至有控制力的话 我就用这个会计科目 好 所以这个 那如果我是债券的话呢 我档案持有他到到期日 那当然毫无庸置疑就是什么 就有科目了 就是持有到到期日的有价证券 所以我没有直接讲它是一个debt 好 债券投资 但是你要知道 就债券才有到期日 好 好 这是 所以请你先不用看课本 我先跳脱课本的那个 因为课本讲的 我觉得没有那么全面 那我希望说 我们先讲一个比较基础的 好 就是说大致来讲 我们的快 我们的投资在会计处理上面 主要的目的 怎么样去分我的会计处理 会用的会计科目 先根据他的什么 投资的目的来区分 好 投资的目的 好 重不在于他投资的标的 好 那除了这个之后 我们知道说 我投资的科目有这些 那我们接下来谈他会计处理怎么做 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刚刚先谈 当我在做投资的时候 我现在先去做判断 到底公司投资 做这个投资的目的在哪里 只是闲置之境的运用 这两个科目选一个 如果他是打算长期投资 那投资的是债券 那就这个科目 如果是股票 那就用这个科目 当然这个科目呢 你使用不但是长期投资 而且你要持有一定的比例的股权 因为持有一定的比例的股权 意思是什么 你对这家公司是有影响力的 好 那书上面想 持有20%以上 你就对这家公司有影响力 好 那除了有影响力之外 如果你有控制力呢 好 还有一种 你不但有影响力 你还有控制力 那有控制力的话呢 课本上讲说 你持股超过50%以上 叫做有控制力 但我强调 当国际会计准则的时候 都不强调这个比例 他没有讲20 没有讲50 他只说你有影响力 你就用这个会计科目 好 如果你有控制力 你不但用这个会计科目 你还要编合并报表 你要编合并报表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谈 这个会计 四个会计科目之后 我们就要谈 他的会计处理怎么做 他会计处理一定是什么 三个阶段 第一个 我买进来的时候 又怎么入账 好 我买进来的时候 又怎么入账 第二个 我去的这个会计科目 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两种情形 如果你投资股票 他会发放股利 如果你投资的是债券 他会发放利息 好 那去的当中 你还有可能是什么事情 像这两个科目 我随时会把它卖掉啊 那我卖掉的时候 这个损益怎么承认 我怎么去决定我的出售损益 卖 请你要记得 在我们会计场中 只要你是卖 他99.9% 就可能会插成损益的问题 通常不会 我卖价刚好等于我的账面金额 这种情形会有 但是不是 常见的 好 几乎是说 可以说少见的 好 所以当我卖的时候 我的出售损益怎么做 好 这是第二个阶段 我持有这些交易科目的时候 这些科目发生 但我持有当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个 要做 要注意到他的会计处理就是 报表上面的表达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我报表都要什么 我所有的资料 都要反映在我的报表里面 那我在反映在我的报表上面的 我的报导的金额怎么决定 也就是说 我报导的金额怎么样去 才是符合所谓的会计准则 所以我们要谈这三个阶段的会计处理 好 讲清楚吗 好 所以我们先不去看课本里面的东西 那我待会 我说我这边讲的会比课本的东西还多 好 那我会再对照课本里面跟我这边讲的 好 哪些地方就是我现在讲的是什么 跟课本上有提到的 那我说了 我讲的会比课本还要多 我觉得比较完整 就说让你在做投资 就公司在做这个投资的时候 你有比较一个完整的了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他的会计处理怎么做 为什么大家很想睡觉 你们什么时候办那个什么 送救吗 什么时候办送救 下礼拜三 礼拜几 礼拜三 下礼拜三 好 所以大家都在忙这件事情 好 你有看到大家 这个 现在常常说什么钓鱼 诈骗信件很多 我觉得教室里头钓鱼也钓得很严重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会计处理 然后我怎么去做会计记录 那我们刚刚第一个 你要去做这个会计记录 第一个动作你要先去决定你投资的目的 好 如果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trading 那我就是什么 用trading 好 只是了不起你会什么 你会注记一下 我的trading security 我注记一下呢 我是什么debt investment 好 课本上面是直接用debt investment 就是直接 他就把这个 我现在这样写其实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 我把这个当做会计科目 就像课本上面写的一样 我就写debt investment 当我在编财务报表的时候 我就把它放在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 因为我打算什么 是短期持有他 而且很快要把它处分掉 所以也许我在分 我在写这个会计科目 但是我在写 编财务报表的时候 我就直接用trading security 然后把我是交易目的的投资 不管是股票 不管是债券 只要是交易目的 我就合在一起 然后这边夸服 请看注记 我这个里面 这个会计科目包含哪些东西 我就用备注里头去写 我一直在讲 其实我们的报表 绝大部分都是项目 因为我没办法把所有的 会计科目都放进来 我会把性质相似的 会计科目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的报表上面 用的叫做 绝大部分都是item 但是呢 有时候你也可以讲 它是一个会计科目 因为我 比如说好了 我可以用trading security 当做一个会计科目 我下面去设明细帐 我有debt investment shared investment 然后我debt investment 我还可以设止目 我可以投资A公司的债券 投资B公司的债券 我可以投资A公司的股票 投资B公司的股票 它就是它的明细 这是总分类帐 这是明细分类帐 下面在设止目 我的会计记录 其实有很多种 但是看你怎么记 只要重点是 当你在编财务报表的时候 你能够把它允荡的反映出来 每一个性质的会计科目的金额 好 所以我可以这样写 那课本上面呢 直接写debt investment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那我付多少钱 我就用多少钱去入账 好 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 另外一个额外 在我们的英文书上没讲 但是在我们的中文书上有讲 好 所以既然是中文书讲 我们现在是用原文书 我只是告诉你 在中文书里头有提到这个问题 基本上你做任何的投资 一定会有什么 手续费 好 比如说你去股票市场买股票 它要扣手续费 那手续费 如果你是trading 你是trading security的话 你这个手续费 会直接当作费用 好 这个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当我看到正常的规定的时候 我其实心理上也有点 就是我去想它的道理在哪里 好 基本上我们说我的资产 对不起 刚刚也讲了 这些科目都是我的资产性质的科目 都是我资产性质的科目 都是我资产性质的科目 那我们说我的资产的认定 是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就是我的成本嘛 我成本认定的金额是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我股票买家 台积电今天假设146块 我买一张146,000 但是我不是付146,000就可以了 我还要加什么 手续费 好 手续费的话 那除了给证券商的手续费 我还要给这个证券 这个应该是这个 这个期货市场 不是期货市场 就是给这个交易市场的一个税捐 好 所以我要买的价格 我要付的金额一定超过146,000 那如果你是trading 我146,000 假设我要付500块的手续费加税捐好了 那如果你是trading的时候 这500块就叫做费用 你就直接叫做交易费用 或者叫手续费费用 就可以了 在trading 在中文书才会有讲 那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一下而已 在英文书都没有去交代你这些事情 我们的英文书上面都没有讲 我花多少钱去买 就多少钱入账 但是在我们的中文书可能就会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交易目的 然后你买价是146,000 但是你要付手续费 包包这些 一共500块 那你的账务怎么记录 在trading的时候 这些买价以外的费用 我就直接承认为当期费用 不愿列为成本 所以我入这个金额 就146,000 然后还有借一个什么 service charge 或是什么 我什么 banking exchange banking expense 或者是银行费用 都可以 反正就是一个expense 500块 然后我credit cash 146,500 我只告诉你说 你入账的成本 入账的金额怎么决定 如果你是trading的时候 你的买价就是你的什么 入账的金额 你买价之外的费用 就直接当作当期费用 好 这是你入账的成本 但是如果你是什么 不是trading 我一定要买股票 我买台积电 那我呢 虽然是准备随时卖 但是呢我想 台积电呢我想 可能我会持有它超过 这个6个月以上好了 不要说超过多久 超过6个月以上 所以我就叫做什么 available for sale security 好那你我投资的标的 是台积电的股票啊 所以我是什么 share或者stock 都可以 我叫股票投资 那如果你是available for sale security的话 那我刚刚讲的手续费 就是你的这个资产的成本 所以我入账的金额是146500 而不是146000哦 如果你是non-trading 有人讲说这个叫做non-trading 非交易目的 那非交易目的 国际会计所能本来用non-trading 就是非交易目的 那我们其实在美国 或者是目前台湾 我们也习惯叫做 被公出售 有价证券 如果是available for sale 那你的入账的金额 这个科目的入账金额 就看你付了多少钱 就用多少钱入账 这样听懂吗 好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但是我告诉你呢 我们课本上没有讲那么复杂 我只是先告诉你而已 所以为什么我说 如果你大家呢 这个暑假 这个不要说你闲着无事 闲着没事一定不会想要拿快捷书来看 但是如果你想让你的下学期过得轻松 不能说轻松一块 让你下学期过得比较那个 有成就感一点的话 那你就先暑假的时间 把初快的中文书拿出来看 好我想等于是说你在帮你的中快做暖身 好那这是那个non-trading 就是我们的available for sale investment 它的投资入账的金额的决定 好那当然其他的呢 investment in equity here to maturity都一样 我用多少钱买 我就用多少钱入账 所以只有这个科目比较特别 当我投资的时候 它所发生的费用我当作当期费用 而不是当作我这个资产科目的成本增加 那这是为什么 我刚就有讲到 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他这样规定其实有点违反 就违反我们说资产入账的金额 入账成本 好因为你买这个东西 一定要付这些手续费 一定要付这些税券 这是一定的 所以理论上 这个都是我买这个资产的成本 但是为什么trading的时候 我额外花的额外支出的这些费用 并不视为这个资产的成本呢 原因是在于 后来我就想清楚了想懂了 既然我是很短的时间就卖掉了 所以当我卖掉的时候 我现在承认费用 然后我未来出售的时候 损益就会比较大 损益的结果就会cover过来 也就是说你现在承认费用 跟你现在直接承认入成本 你的资产成本其实对于你损益表的结果 是一样的 对于损益表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这个 这个你慢慢去体会一下 也就是说当你是把它当作 你支出之外所 买价之外的支出当作是费用 其实因为你的成本金额就小 比较相价之下就要小 所以你到时候承认的 假设你卖的时候有赚 那你赚的金额就会比较大 所以前面有承认费用 这边损益利益比较大 所以互底则结果之下 你一开始这边把它当作成本比较大 你卖的时候赚的比较少 结果是一样的 好这两个的关系是这样 好那所以这个是 这个trading 跟所谓的available for sale 好基本上所有的会计课目 原则上除了这个课目之外 我的买价加上我相关的支出 都视为我这个资产的入账成本 好所以我的成本 我花多少钱付多少钱就用多少钱 当作我这个资产的成本 好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的入账的决定 还比较单纯一点 第二个我们来看持有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持有当中会发生 比较讲简单一点的 如果你是什么 如果你是股票 你持有当中可能会发放股利 好 如果你持有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你投资的是股票 你持有当中会发生的是股利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股利里面我们要分 如果它是现金股利 跟股票股利 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如果是现金股利 当然 你拿到现金 debit cash credit dividend revenue 股利收入 好 但是是针对 如果你是 如果是cash dividend的话 你就承认什么 dividend revenue 股利收入 股利收入 好 但是这是针对什么 你是trading security 或者是available for sale security 当你收到现金股利 当你收到现金股利 你原始买进来的时候 客户用的是trading security 或者是available for sale security 当我投资的这家公司 发放现金股利的时候 我就debit cash 因为它竟然发放股利 我是不是收到现金 credit dividend revenue 股利收入 好 它叫做股利收入 它当然是什么 损益表的科目 好 那如果 这个公司呢 我说我们上次 上一站已经讲了 它发放股利 可以发放的是 股票股利 它如果是发放的是 股票股利 那对于投资人来讲 你只是增加股数 那你卖掉没 没有 所以你增加股数 并没有辞职增加你的资产的金额 所以你只要做什么 memo就可以了 做个备忘录 没有备忘录 就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计记录 你只要做备忘录 不需要做正式的会计记录 因为当你发放股票股利的时候 好 你的市值会等比例的减少 好 这个 开始留意 你随便开始追踪一家公司的股票 好 当它有所谓的宣告方放股利 到它的除息日或除权日 通常是除权日 好 那你的除权日的隔天 你的除权价格就跟前一天不一样 假设我的放放股利是10% 好 那我放放前一天 除息日前一天是110块 市价是110块 那我放放10% 隔天呢 我的开盘价平盘价就是100块 因为什么 它除权呢 前一天的110就等于是什么 有110 110块等于1.1股 所以等于说你的价值并没有真的增加 当你还没有卖掉 如果你卖掉可能就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当你是发放股票鼓励的时候 请你记得 发行 发行 发放公司要记录啦 他要鼓励 鼓励那个保留意义减少跑到股本去 但是就投资人来讲 你只是做个备忘录 好不一样哦 所以你发放股票鼓励 对投资人来讲 他不用做正式的分录 他做个备忘录 好 那如果发放现金鼓励的时候 这个我的鼓励支出 在trading security跟available for sale security 他都承认鼓励收入 他都承认鼓励收入 好 那我们还没有讲 那如果因为我们投资股票的时候 有可能是什么 investment in equity 然后如果是对这个公司有影响力的时候 我用的是investment in equity 那我的当他发放鼓励的时候 我要怎么做